因為我覺得真的體育界都很辛苦 尤其台灣的體育選手們 都其實蠻累講真的 從小到大一路走來 沒有比賽人家根本不知道台灣有選手 對 而且根本不用說就是 也是這一次新聞才知道原來 選手們的資金方面 還是他們的培訓方面 其實都是蠻辛苦的 對啊 所以一路走來 大家不會覺得拿了金牌 拿了銀牌 得了第五名 好像光鮮亮麗 可是背後那個練習 可能是大家都不曉得對不對 對啊 錢姐 妳當選手的時候 妳每一天要花多少時間練習 我們通常一天要練兩次 一次最少是三小時 有時候多的話要四個小時 運動員的養成大概其實差不多 就是要八到十二年 所以妳等於一天要練六個鐘頭 分兩次 最少 難怪大家就說運動員 不運動做很容易發胖 很容易啊 因為妳食量是一樣的 但是妳的運動量變少了 對 所以妳看小哈 錢姐 妳不要這麼說 她是本來就很胖 對 但沒那麼大隻 對 對 真的耶 因為 這當然是不能相提並論 但是我想說以前我們那種校隊 每天下課只有每天只有兩個鐘頭 我就已經吃掉了兩三盤義大利麵了 更何況他們一天六個鐘頭 那個體力 對 是要非常驚人的 是啊 對 那籃球有哪一些招式 是讓妳真的要練很久的 吃足苦頭那一種 目前為止我剛才稍微簡單的回想了一下 好像還沒有 可能屬於比較 學習力比較快一點 哈哈哈哈 天才系這樣 為什麼他們自己這樣講都不會 都不會覺得囂張啊 這個你講看看 籃球到目前為止沒有什麼東西 是讓我有吃住骨頭的 屁 很討厭嗎 出去 對不起 謝謝 謝謝